Ivan 我想问一下 因为你提到环球的一些资金流的活动 譬如你说之前日本的指数都升得很多 我现在看的是一年即是十二个月 我们看到譬如恒指还跌3.95% 就是差不多4个百分钟 那Nickei如果用一年计算就升了31个百分钟 印度就升了17个百分钟 如果再夸张一点 印度差不多升了一倍 如果我们看再长一点 五年这样 那你会觉得是不是环球的资金现在在循环 由一些已经升到很高的地方 去回我们这些还未升的地方呢 同意啊 正如刚才一开始所说 我们为什么会在二月份 我们大胆去 我们都在看的 当时我看到周围 我们一些行家都还是觉得 中港故事要等一等 那时候我们觉得都差不多了 我们都相信就是说那些资金其实是他会找一些便宜一点的东西去买 而当时中港故事是真的便宜着全球 其实现在就算上你18,000、19,000的话 其实都不是贵 现在都是说九倍多的一个估值 所以我们觉得这一样东西是会有机会继续走 而当时我们都看到就是说那些资金其实拍了在亚洲这边的话呢 他们没有那么快会离开 所以一方面日本股市当时就创历史新高 接着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其实都回了一点 他都未能够真的站稳再进一步去突破 所以我们觉得就有很多资金仍然都停泊在这边 而我们看回一些个别的报告 其实看一些基金经理呢 他们在中港的部署之前他们会下跌 但是现在他们下跌的情况一直慢慢缩 因为看到港股都慢慢上回来 所以整体整个气氛是好的情况下 这些这样的机构性的投资者 都会帮到整体中港故事 未来的一些资金可能会再进来这一边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